失业有两种 一种是自己辞职 另一种是被公司之前被迫离职 这两者之间的美格工房 学问可大着的呢 不说你不知道 说了你一定要记住哦 很多好朋友提问 我失业了怎么办呢 这时候张力书会进一步的再去询问他 你是自己辞职的 还是被公司之前被迫离职的呢 人的一生难免起起落落 劳工朋友在职场上面对各种的困难 各种的挑战 难免天天如履薄冰 身旁一个不小心 就得卷铺盖走人 回家吃自己 今天影片我们就先从 你是如何失业的开始 进一步来做解析 让所有的劳工朋友 有一个依循的依据 以免吃大亏 千万不要走开哦 同样的张力书喜欢举案例来说明 让我们的好朋友能够从法规层面 来了解这其中的差异在哪里 劳工小蝶38岁 在某某外商公司上班 劳保投保薪资四万五千八百元 实际请领薪资平均大约是六万元 小蝶在这一家外商公司担任的是拓展市场的销售业务 小蝶在外商公司的工作年资是12年 因为小孩都是婆婆在帮忙照顾 才得以让小蝶在这一家外商公司可以应付主管的要求 不光是上班时间非常的忙碌 就算是下班以后 甚至是假日 都要配合主管 四处应酬 帮公司充业机 但是小蝶的婆婆最近因为身体不适 而小蝶的先生又今年累月的都在中国大陆工作 导致小蝶常常需要家庭公司意愿三头忙碌 这样一来难免无法全天候的全心全意在公司的业务上 小蝶的主管基于总公司的业绩压力 对于小蝶最近无法全力配合公司充业机颇有为辞 于是处处施压小蝶 甚至将小蝶的业务范围逐渐缩小 转给其他的同事接手 后来竟然未经劳资协商 就静止的将小蝶转到公司的内勤行政助理的工作 小蝶的薪资硬是被砍了两万元左右 好朋友们 如果你是小蝶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因为气不过 桌子一拍 撂下一句老娘不干了就直接走人吗 对直接走人确实很潇洒也很畅快 但是你挥一挥衣袖的同时 必须付出的代价是 因为你是主动请辞的 所以你什么权利都无法请求 你没有资钱费 因为你是主动辞职的 公司不用付你任何一毛的资钱费 因为你也不是非自愿性的离职 你就没有办法要求公司开非自愿离职的证明书给你 自然你连失业给付都无法请领 好的重点来了 我们将时间倒转回到小蝶被公司 未经协商调离原来职位的当时 假如这时候 小蝶先忍住一口气 不要那么草率的提出辞职的请求 相反的是冷静下来 寻求依照劳基法的规定 这个途径去解决 那么局面将会完全不同哦 劳动基准法第十之一条规定 雇主调动劳工工作 不得违反劳动契约之约定 并应符合下列原则 一基于企业经营上所必须 且不得有不当动机及目的 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 二对劳工之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 未作不利之变更 三调动后工作为劳工体能及技术可升任 四调动工作地点过圆 雇主应予以必要之协助 五考量劳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从劳动基准法的规定可以很简单的明了 负责于劳工 既然责任在劳工 雇主就可以不用支付资钱费 这样对劳工本身的权益是有很大的损害的 因此如果我们的劳工朋友 遇到这种以改变职务内容的方式 要逼迫你自动离职的雇主 劳工可以透过刚刚介绍的 劳动基准法实质一条的规定 来保障自身的权利 如果雇主违反了劳动基准法实质一条的调动五原则 劳工朋友你是可以主张拒绝雇主的调职 另一方面 劳工如果不愿意继续留任 也可以主张雇主已经违反劳工法令 使劳工的权益受损为由 而不用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 向雇主请求给付资钱费 所以小蝶他有更好的选择 忍下当时的一口气 就可以请求资钱费 就可以拿到非自愿离职的证明书 开始登记就业 请领失业给付 这时候我们就来帮小蝶算算看 忍下这一口气到底值多少钱呢 第一个是资钱费 新智年资资钱费 每满一年发给0.5个月的平均工资 剩余未满一年的部分按比例计算 最高以发给6个月的平均工资为限 好小跌的年资是12年 12年乘以0.5个月 就是可以拿到6个月的资钱费 平均工资是6万元 6万元乘以6个月等于36万元 再来是失业给付 失业给付每月按申请人离职 办理本保险退保之当月期 前6个月的平均月投保薪资 60%发给 小跌的劳保投保薪资是45,800元 45,800元乘以60%乘以6个月的失业给付 得到的金额是16万4,880元 资钱费是36万元 加上失业给付请领的16万4,880元 总共小跌可以请领到的金额是 52万4,880元 看吧 小跌只要忍住这一口气 这一口气的代价就是52万4,880元 这样我们好朋友了解了吗 自己辞职和公司资钱解雇你 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情况 攸关自身的权益 千万要想清楚再提出请求 最后张秘书要针对资钱费的部分 来进一步做说明 因为劳工在一个公司的年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是94年7月1日以前的救治年资 一个是94年7月1日以后的新制年资 救治年资的资钱费跟新制年资的资钱费 算法是不一样的 救治年资资钱费 适用对象为倒职日在94年7月1日以前 受雇在同一个事业单位的劳工 计算方式为每满一年发给一个月的平均工资 剩余未满一年的部分按比例计算 未满一个月则以一个月来做计算 而新制年资的资钱费 适用对象为倒职日在94年7月1日以后 初次就业的劳工 或者是再就业是94年7月1日以后的劳工 计算方式为每满一年发给0.5个月的平均工资 剩余未满一年的部分按比例计算 最高发给6个月的平均工资为限 所以当我们好朋友遇到新制年资 旧制年资的资钱费计算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让你可以依循的依据了 好今天影片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劳工朋友 你了解自己的权益跟不了解自己的权益 得到的结果就是两样情 权利就是给知道权利的人 当你不知道权利的时候 你就完全无法请求了 感恩您的收看 张秘书将制播更精彩的影片提供大家来做分享哦 最后张秘书仍然要衷心的祝福我们所有所有的好朋友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们下一期更精彩的影片再见了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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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